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熊猫电影人们走访西安当地高校参观影视创作基地对话影视文化投资公司 与西安当地的行业精英和高校师生展开了丰富的影视文化交流活动 从剧本创作到后期特效从中西艺术到商业运作 金熊猫国际电影人们通过文化型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当代影视发展的新轨迹 4月10日在长安大学渭水校区会议中心举办的第四届温哥华金熊猫国际电影节 获奖短片品鉴及电影文化探讨会吸引了全校300余名师生到场参加 中国著名影视编剧长安大学文学与艺术传播学院魏杨清教授亲自出席并主持了展映活动 连接中西方电影产业的一条重要的纽带 为了促进国际电影行业的交流和融合 电影节的主办方也就是温哥华金熊猫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以及加拿大的东兴传媒公司 每一年都会邀请当年的获奖电影人 于次年也就是第二年来到中国进行文化影视交流的体验访问 长安大学校长助理彪晓红教授 与2017温哥华金熊猫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成员 国际顾问团成员Cherry Lee Faust女士 作为嘉宾在活动中致辞 三部从2016第四届温哥华金熊猫国际电影节 近400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优秀短片 作为会特别推荐奖获奖作品《童谣》 最佳编剧奖获奖作品《80岁听见花开》 最佳导演奖获奖作品《凌乱之美》被依次展映 作品展映结束后 电影人们在问答环节倾听大家的观影感受 与参加展映活动的师生 进行了深入而精彩的交流 电影非常商品化的一个节目世界 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电影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平衡与艺术和电影市场化的 之间的一个比例 但是现在的动画片发展状况也不是非常的乐观 就是比较经常模仿美国或者日本的风格 我会说中国的动画地位应该是很特别 我看过中国近年的一个比例 大西贵了 我觉得它真的到了一个过雪的水平 所以我会说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对我对你曾经认为你的工作 I think you should always be looking at it saying Oh I could do this better I mean I'm very proud But I as a person always trying to move forward trying to be better Trying to grow from the experience 我看著它,沒有一個錯誤,因為我覺得錯誤是好,但是我看著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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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想問各位主創,你們在一起覺得這個溫哥華金熊貓國際電影節是什麼樣的方向來征選他們獲獎的電影? 選擇一個題目或下文章,你想要發表一個重要的訊息,我認為這些東西會很高興。 近三小時的展映交流活動氣氛熱烈,學生們也在活動結束前與電影人們合影留念,並紛紛表示將會寫作品積極參加到下一屆金熊貓國際電影節。 《童謠》讓我非常感動,她寫了一個中國題材的,一個外國人拍的有關中國題材的電影。 這部電影,我覺得它是歌唱愛,書寫人性的光輝。 《80歲聽見花開》與童謠正好相反。 它是一部中國人拍的一部外國電影。 它在鏡頭的運用上,我覺得非常獨特、別緻、非常考究。 寫了一個老年人永遠不會迷滅的夢想。 就是人,雖然老著的夢想,依舊存在。 另外一部電影是《阿聯酋》的導演拍攝的《凌亂之美》。 這個導演處理得非常好。 因為全片幾乎沒有談詞,它完全使用畫面在講故事。 由此可以看到導演的公典非常深厚。 三部電影都非常優秀。 大師傅有恩, 給一個中國人的觀眾。 像是一部電影的故事, 主題中的独特報,是在中國人。 所以它們是非常非常棒的 experience。 我發現得到因為學生們都很興奮, 都很期待和他們學習、 他們的反應更多時。 他們的回應非常有趣。 他們的視頻的反應很高興。 他們吻到它們的表情, 他們吻到它們的聲音, 他們吻到它們的聲音。 and laughing when they should so it was really nice to as a director hear the audience react exactly the way you want them to so it made me feel like they were really connecting emotionally to the story so I'm wondering what you think University is like in North America 并且学生的活跃度会高一些 我并不知道中国在中国的学生 但在加拿大学中 对 它是这样的 你的教授会鼓励你 认为不同的思考 在我学校的学校 我们用了一个词 我们用了能力的词 次日 成员们受邀到 西部电影集团访问 并出席参加由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电影局 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主办 西部电影集团承办的 中国电影产业周系列活动 在中国电影产业周论坛上 2017温哥华金熊猫国际电影节 评委会成员 国际顾问团成员 Cherry Lee Foster受邀致词 讲述全球电影教育 与电影产业发展概况 人们有些人和机会 然后开始关注他们的专业 所以他们可以更新发展 成员的工艺 有些人都可以赞助 通过专业的工艺 发展 专业的工艺 专业的工艺 可以给予讨论 通过约的工艺 以为他们是正硬的 之后团组成员又参观了西部电影集团 西部电影集团是中国六大电影集团之一 前身为西安电影制片厂 1958年成立 作为以生产故事片为主的电影企业 西影厂可以称得上一个时代的传奇 迄今获得国内外奖项300多项 出口影片80多部 占中国大陆出口国的所有电影总量的四分之一多 当得知张艺谋导演的 曾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雄奖的 红高亮等耳熟能详的优秀电影都出自吸引 大家都感到非常敬佩 这期视频就会参观的 结束在西部电影集团的访问后 团组一行又前往西安曲江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参观交流 西安曲江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 拥有国内知名的影视产业运营团队和丰富的影视行业资讯 近年来推出了纺织姑娘 窃听风云 大明公 法门寺等众多优秀电影 公司团队分享的电影制作和精英管理经验 让金熊猫国际电影人们对中国的电影行业前沿有了更加具体深入的了解 中国电影业的快速发展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下集跟着金熊猫国际电影人们坐高铁吃小吃体验民俗 一起去看看现代化的西安是怎么迷倒大家的吧 请期待下集 熔谷铸金 金熊猫国际电影人体验古都新风 明镜需要您的情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